常常演出八点档的女星兵佳琪,出道将近20年,演出不少戏剧作品,不过近年来在娘家,幸福来了演出坏女人,才广为民众认识。 44岁的她外形出色,身材保持得好,早期更是华航空姐,不过却单身多年,甚至没有结婚的念头,日前她松口不想不入礼堂的原因,让大家都哭了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兵佳琪从小就学芭蕾舞,在华岗一校就读时也是舞蹈科,后来在香港演艺学院当上翁红的学妹,可说是有深厚的表演笔子,不过她毕业后,听住爸爸的指示,陪同学报考华航空姐,竟然就一举中的。 然而当时她对空姐这个行业性质缺缺,加上不久后就发生大缘空难,要好的同事竟然不幸离世,更让她决定在三年约满后就离开公司。 不当空姐后,她刚好接到华市的台湾灵异事件邀约,便开始演戏人生,原本就是科班出身的她,演起戏来毫不费力,加上五官古典,被制作单位相众演出古装扮相,还演出大爱的连续剧。 不过真的开始大红,还是演了八点档的恶女,让大家看了又爱又恨,知名度大开的她,接到更多八点档的演出机会。 近期的幸福来了角色,更是让大家麻烦,名气相当高。不过她戏中泼来可恨,戏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女,甚至为此不婚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爸爸在十年前退休后,罹患失智症,这几年更加严重,连她也几乎不认了,甚至出现幻觉、失语,和不能控制大小便等症状,让她相当难过。 看到曾经是机师的爸爸,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除了伤心以外,她更坚定表示,自己的家人自己扛。这也是她不婚的原因。 冰家启说,现在回家看到爸爸,连自己都不认得,让她压力超大,有一次她因为喝醉酒,抱住她说,爸爸我爱你,你流泪不让人看到,但我都看在心里。 结果爸爸竟然安慰她,拍拍她的背,微微说,你流泪不让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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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